哈喽宝贝们 今天工作了一天 那我们现在把妆全部卸掉吧 现在大S2婚聚俊叶 寻求婚姻生活安稳幸福 可是张盈盈也跟汪小飞的 感情发展不甘示弱 作为汪小飞的女朋友 张盈盈跟聚俊叶一样 成为两个富豪之间的最大赢家 聚俊叶基本不花一分钱 住进了台北的豪宅 虽然豪宅现在由大S买单 名下也是属于大S的房子 可是聚俊叶觉得自己非常有信心 早晚都会是自己的 而汪小飞再也不愿意帮大S交房贷 毕竟现在汪小飞身后的女朋友是张盈盈 要支付的可是北京的豪宅房贷 若不是身为大公司总裁 汪小飞还真的支付不起 每月几十万的房贷 大S以为自己的婚姻 肯定比汪小飞幸福 毕竟嫁给身强体壮的聚俊叶 可是汪小飞也不甘示弱 张盈盈的魔鬼身材也是出了名的完美 比大S46岁的身材 对比确实年轻漂亮 而张盈盈的心机也是不简单的 其中张盈盈晒出汪小飞的北京豪宅 连床都比大S的豪宅大太多了 随后大S的回怼 只会依附老公生活后面可要吃苦头 可谓是太解气 对此你更看好大S和聚俊叶 还是汪小飞和张盈盈呢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